台湯雞油案件 報告一下 又多過了 中方上依照政府要求回收台湯的這個問題 不過台湯這邊是說他們願意退回 所以不願意退回收回這些錢 也不願意來製造 所以今天就有中方上這個業者 出面要求政府 協助他們來處理這些有問題的油 有在台北市邦家這間住民餐 只有十平坦的地方 就是屯門住民餐和遊餐 利用台北市衛生協雜風的大桶油就躲在層庫裡面 一個月的客氣了 老闆如果無法向大桶退回 衛生協也無效率處理 嚴重影響層庫使用的空間 讓這商店夢想相宣的生存 因為它的空間有限 也不能用了 大桶公司又發生這種事情 結果也沒有辦法回收回去 就直接倒下去水溝裡面 由大桶黑湯油爆發後 中方上由政府要求回收大桶的問題油片 不過大桶其實無管理退回 這油片燈在這個油上的層庫 跟台北市就燈了2754趟 商店要求政府應該來製造 不是跟所有這人都送給他們 在台北市的衛生協是表示 關於協助這些商店處理這些問題的油 如果你要做消費的動作 你就向我們衛生局提出申請 我們會協助你們做消費動作 去做生殖柴油的一個再制 當然我們也不希望說業者有這樣的損失 商店說 外商想要把油片管給主宣團體 所以三母一還是生這個油 都因為被大桶公司沒辦法 實在是真怕勝 李維新郊共調 因為煩惱 有問題有油漏在市面 必須檢查這片 未來的家共選黨 並且積極合作商店處理有問題油片 記者綜合報道